镜头中的一顿 国内带领关系的是军方首度开放了两只 过去曾经执行侦查爆猎物的军犬 提供民众来领养 昨天几天就吸引许多民众来登记 不过要把他们带回家还得连闯四关 像是资格审查 人狗见面会等等 而受益师也呼吁这些军犬已经步入老年 要注意关节还有心脏等疾病问题 不要看军犬平时凶狠的模样 其实他们也很听话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军方首度开放任养的两只军犬 Deppy跟Nico超强手 即便年高十岁 不过因为有侦查爆猎物的专长 任养消息一曝光 民众抢着养 那现在有109位的民众 我们受益件数 我们在资程的一个审查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严谨 就是拥有内部 其实是不能会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查查 但既任养的民众已经破败 不过想领养还得通过层层关卡 第一步军方得先看年龄 环境 经济 能力 以及家人和饲养冬机 适不适合 通过审查 第二关就是人狗见面会测试 契合度 紧接着军方还会派员到家中访试 看看资料符不符合 最后才是进入决选 抽签选出的两位幸运儿 就能把Deppy跟Nico带回家 但要饲养像Deppy跟Nico 这样超过10岁的狼犬 可不容易 老狗一般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就是 比如说关节炎 这个狼狗其实也非常有名 所以可能在任养的时候就要想想看 你家是不是有太高楼梯 那可能居家了以后 它的代谢就会变慢了 因为没有这么多运动 可能会太胖 太胖对关节不好 对心脏也不好 除了关节及心脏问题 医师也建议避免让狼犬 摄取过量蛋白质 容易引起肾衰竭 医师呼吁对待这些昔日作战老兵 就像照顾老人家一样 业余适当环境充分关怀 就能让这些退役军犬 快个新生活 平顺度过晚年 有点TV张崇敏正希 台北报道